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自己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一点从最近几天的三件事上可窥斑见吧 我们来一点点的阐释 这个变局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是1929年以来最大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金融危机 那么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性危机 其影响力至少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十倍 简单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 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这场全球抗议大战 准确的类比对象应该是两次世界大战 其影响力的级别就是和世界大战一个级别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次全球性的抗议大战 予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成为一战二战之后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战争一点不为过 只不过与两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 这次并非人类之间的战争 而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 期间夹杂着一定程度的人类之间的较量 如果做个更为传神的对比 把1929年的危机和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相比 那么这次全球性的抗议大战 就能够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力相比才是合理的类比 当然未来体现形势可能不同 但其长远的影响属于同一个级别 对于这次疫情有了这样高度的历史定位 那么才能够理解最近发生的三件大事 一 美股暴跌 十天四次垄断 美国政府以及美联储极其紧张 美股再次暴跌并触发垄断 这是十天内美股第四次垄断 也是历史上第五次垄断 美股至1989年开始 垄断机制以来 在2020年3月9日之前 一共就那么一次垄断 而至3月9日已经有了四次垄断 在过去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 美股跌去三分之一 特朗普单损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 美股的所有涨幅都被抹去了 特朗普不得不发推特承认 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衰退 为什么美国金融投资及政界都如此的紧张 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这次疫情是在全球爆发 不说在美国内部也炸开了 现在的消息是 美国50个州全部有了确诊病例 包括美国五院 美国防部 特朗普的海湖庄园 都有了系列确诊病例 NBA也有了不少确诊病例 这些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的实际感染者 要比公布的数据大得多得多 并且正在加速的爆发 面对这样的状况 美国有措施吗 虽然特朗普宣布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也宣布了要投入500亿美元抗议 可实际上呢 依然是举步维艰 从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到现在 一周时间过去了 现在依然是不能够正常的检测病例 现在只有相对富有的人 才能够有机会做新冠检测 而一般人既没有机会检测 病了到医院收治 也是按流感来治 美国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措施 各自为战 在这种情况下 疫情何时才能够结束 特朗普说七八月份 但实际上很难说 因为根本不知道现在的感染人数 对于疫情本身一点不摸底 更重要的是 根本没有系列的防控措施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美国的感染者将以百万 甚至千万金 这对经济的损失将无法估量 有了这样 一个影响完全处于不可控状态的预期 美国资本市场 怎么会不恐慌 相比普通的战争 根本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本土 相比金融危机 美国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的金融手段 实现利益最大化 损失最小化 但看机怎么来应对呢 除了自己采取抗议措施 也无他法 那么美国现在是什么状态 美国政府完全是半瘫痪状态 可以说毫无办法 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 根本不知道这次疫情 对美国的影响多大 于是恐慌之下更恐慌 美股暴跌 也就根本没有了任何支撑的 倾泻而下了 作为最为成熟的资本市场 美股这么跌 已经说明了 这个市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 而究其耕耘 却不仅仅在资本市场本身 而是美国的社会出了问题 整个国家都出了问题 是不可控不可预期的疫情问题 理解了这个基础 才能够理解美股暴跌的核心动能 才能够理解美联储出台 那么强的刺激市场措施 都无济于事的内战原因 也才能够理解特朗普政府 为什么一定要把锅甩给中国 特朗普本来是想借中国爆发疫情 狠狠打压中国 从疫情爆发之初 美国的一系列动作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中国一系列的操作 使得美国最初的动作未能走小 之后 对了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一个多月的时间控制疫情 于是同时 自己的疫情和全球的疫情 却陷入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这一系列的变化 让特朗普政府陷入了恐慌和翻唇落 于是他甩锅给中国的心情 就更迫切了 因为如果美股崩盘 疫情失控 本来是那久稳连论的特朗普 可能就会自己把自己 淹饰在大众的唾沫中 冲而失去连论的机会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 特朗普才连发两推 换句话说 他是突然地陷入了困境 急于把现在困境的锅 甩给中国来解套 但问题在于 其他的锅可能还可以甩 甚至不找痕迹 但病毒这锅是真的甩不掉 不是说特朗普甩锅技术不高 而是病毒本身 不会因为特朗普 发了几条推特消失 病毒试虐的情况得不到解决 无论特朗普如何甩锅 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特朗普的这些动作 只能是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 而对现实于事无补 这里按下特朗普的困境步表 有一点再强调一下 那就是这次全球的疫情危机 是真正的全球性的社会危机 其影响之深远将远超经济危机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够理解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就请深刻地体会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吧 大家其实应该感叹一下 大大的真的伟大的领袖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2018年6月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他提出来的重大结论 已经快两年时间了 从运量到提出再到现在 时间已经不短 中国为此做了多少的战略准备 这就是国运的力量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 中国从1月20日全国抗疫开始 就把这次疫情 作为了全面战争来打 由最高领袖统一指挥 调集支援和采取强力措施 实施艺人上下一心 来全力地歼灭疫情 二 中国反击美国 极其的强硬不留余地 理解了上面的局势 我们才能够理解 接下来的内容 中国用近几十年 最有底气最强硬的方式 对美国发起了反击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 愿中英文双语 连发了五条推特怒对美国 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 美国要透明 要公开数据 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中国人做事一向稳重 不可能随便乱说 其实原因很明白 就是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在国会承认 至去年9月爆发的流感病例中 有一些是反览新冠 既然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承认了日本方面的 二月份的怀疑 那么美国就应该像中国那样 分享疫情数据 让全世界了解一下 美国的零号病人是谁 病例的基因剧烈是什么样子的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找到病毒的真正原生 并且有利于全球抗议 客观地说 这是美国的义务 而且在中国 如此透明数据的情况下 美国却一直是隐瞒的 那么不得不让人怀疑 病毒的源头在美国 更何况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为了把责任推给中国 对中国实施污名化 中国对美国的强硬反制 不仅仅体现在赵立坚所发布的推特上 3月16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给北京打电话 杨洁篪对其极其严厉和不客气 甚至新闻稿中 没有一个只提到 蓬佩奥说了什么 新闻都没有在主要媒体上传播 中国对蓬佩奥的态度 就像到别人家耍流氓 结果被乱滚出了一样 毫无疑问 美国试图把锅甩给中国 试图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 来拉其他国家一起打压中国 逼中国承担本该 他们自己承担的责任 中国当然不干 必然是强硬反击 过去中国在反击的时候 经常是留有很多余地的 现在中方直接告诉美方 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 这句话是不常见的 中国的表度表明中美的较量 已经公开化 且较量非常激烈 毫不客气 未经许可疑猎